奶妈把一只熊猫宝宝给抱进了圈里 就在刚刚 这个小家伙被自己的老母亲硬生生拖进了水池 搞得全身都湿透了 很快奶妈就拿来了毛巾 准备给这个小家伙来一个御后马杀机 奶妈摊开毛巾 盖在了熊猫宝宝的身上 然后来回揉搓着 这手法不愧是专业熊猫按摩师 把小团子按摩得舒舒服服的 熊猫的毛毛比较厚 所以被水打湿后会吸收不少水 想擦干真的还挺费神 而且全身上下的毛毛都得擦干 不然很久都会湿搭搭地一直干不了 虽然奶妈还在给这个小家伙擦着身上的水 但她已经按耐不住了 她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小伙伴 就一直想挣脱掉 然后跑过去找他们瞒 但奶妈却紧紧地把她的小短腿拉住 场面甭说有多搞笑了 不一会儿 一只干干净净的熊猫宝宝就出炉了 现在我又是全幼儿园最英俊的熊猫宝宝了 可爱国宝宝小姐说 每天更新 关注一下 今后你就是有熊猫的人了 明珍�